另外呢這個最新消息帶來關注的是一個最新的空拍畫面 這是什麼 這是一架飛機 這個是這個日本海上保安廳的飛機 好最新呢你看到這個空拍畫面上看得出來喔 這個海上保安廳的飛機呢 雖然他的兩部黑盒子已經尋獲了 但是日本媒體也曝光了 這個機身殘骸的最新空拍畫面了 從他的殘骸當中你可以看得出來 你也可以想像得到當時起火燃燒 到底是有多麼的慘烈喔 那同時呢這個海上保安廳的飛機呢 依稀還可以看得出來 他這個飛機的機身輪廓 大概還看得出來一點點 但是很明顯 通通已經燒成一片焦黑了 同時呢還有大量的這個碎片 散落在周邊的跑道上頭 焦黑的碎片呢是 隨處的來散落喔 那麼燒的很通透 感覺喔通通都被燒成灰燼了 可見當時起火燃燒後的慘況喔 而當時在這個機上喔 總共有6名這個海上保安廳的機主人員 已經有5個人確定罹難了 唯一逃出的機長呢 受到了大面積的燒傷 現在已經脫離險境了 意識清醒 但是他還在加護病房觀察 好等到他狀態恢復之後 日本警方會立刻來訓問筆錄 調查整個意外的起火原因了 另外一個空拍畫面提供給您 是這個同樣也是日本喔 這是日本能登半島歷經7.6強震之後 最新的空拍畫面曝光了 可以說是 帶斷垣殘壁 你看到很多房子都倒了 不少的房子更是被連根拔起 你看整棟倒下去 而強震過後呢 還有引發火警嘛 雖然火勢已經被撲滅了 但是等一會你在畫面中 你也可以看到 有些地方還是有不少白煙 這個飄散這種燃燒之後的魚煙喔 同時房子倒的倒 它的它更多的是被連根拔起喔 另外另外一個畫面呢 等一會你會看到 就是有不少的漁船喔 當時也是被這個海嘯衝上岸 那麼在能登半島呢 受災 你看到這隻漁船通通被 從這個海裡喔 被衝到了岸上去喔 在能登半島最嚴重的地方呢 從空拍畫面看 你看到就跟現在一樣 跟一個死城一樣 當地居民說 他們只能自主避難 苦缺援助 好這是日本的最新空拍畫面 提供給您了 那麼滴 咁回事 很難以掛次 咁回房子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